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交通部将麦雷森计划扩大至一级驾照 解决国内长发司机短缺的问题 警方证实接获苏陆苏丹后裔 向我国索赔320亿美元的投报 并已开灯调查 首相达多斯利安万指出 维护实习生权益特别法案的拟定工作 目前正由政府首席秘书与高教部一同完善 首相表示 等待相关提案文件提交给财政部后 便会采取适当行动 另外 针对击打州大臣 他认为政治领袖在相关课题上发言时 应先了解我国联邦宪法 以及各方在此前所签订的协议 他有了一关提案文件提交给财政部 但以后有一次人家的投票 也要议通吧 这个方面说的 但如果就是一位 我感觉很明确 рав 我信心 日前 萨努西再度指出 槟城与吉打两个州属之间 并无边界主权争议 原因是槟城本就属于吉打的 欧盟翻布森林砍伐条例 禁止2020年之后 在砍伐森林土地上生产的八种商品 包括棕榴油进口欧盟 副首相达德斯利·法迪拉 启程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 恢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以确保出口到欧盟的棕油产品 不会受到该条例波及 预料将取得丰硕成果 也是种植及原产业部长的 法迪拉表示 这是我国与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 首次针对棕林砍伐条例 召开会议 出席者包括欧盟环境 海洋和渔业专员 维金尼乌司 新扣维琪乌司 法迪拉这一次是与印尼共组代表团 代表纵油生产国理事会前往欧盟 以了解欧盟对棕油的当前政策和机遇反馈 目前我国已经通过大马勇士棕油认证 提供欧洲和全球客户 灵魁灵行为的棕油产品 足以证明大马对勇士经营的决心 再说 所有业者必须遵守标准才能够获得认证 目前已有98% 包括小圆主在内的油棕圆 和96%的棕油厂 已经获得大马永续棕油认证 法迪拉重申 政府将会抵制任何针对大马商业领域的歧视行为 外界盛传六周选举后内阁将改组 副首相达多斯利法迪拉回应 指他未听说过任何有关内阁改组的消息 也还没对此展开讨论 他重申 当局目前的重心将放在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 致力恢复大马的经济地位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也是沙拉越政党联盟国会党编的 法迪拉强调 只有政治稳定和良好智力 才能吸引投资者来骂 他在布鲁塞尔接受访问 被媒体问及有关内阁将改组仪式 做出这样的回应 卫生部长达迪哈指出 提高公共卫生拨款的建议 并且改造大马未来15年 医疗保健制度的卫生摆皮书 将在下个星期待到内阁会议 一旦卫生摆皮书算在内阁通过 便会提升到下一次的国会下意院会议 我将会带到来到来到 我们将会带到党联盟 为计划体育和特别 在节目中的节目 在明月中的节目 同時 衛生部也針對私人醫療機構 護士短缺儀式給予回應 他說 衛生部已經和大馬私立醫院協會展開交流 以研究應該採取哪些措施 來滿足私營部門的需求 聘用不只一次 只要看看所有事情 包括採取或醫療從外出 幫助私人的行業 增加了保護護士短缺 大馬私立醫院協會主席 德德烤志聖透露 根據去年11月的一項調查 今年直到2025年 該領域還需要9224名護士 来填补空缺 卫生部副部长陆盖利斯曼指出 由于布尔巴克市军黑斑稳计划 在四个州数 也就是雪兰娥 吉隆坡 槟城 和马六甲27个地点 取得不错的成效 该部将在古通热症病例增加的州数 分阶段扩大该计划 以进一步二致古通热症传播 我们需要提供围的消息 可以的 ind реш论 南部长 浪迷 mel以きasi 这个犯aresse 亦是 根图的 捕鞋 中的 膚 承ибо Lukan Nisman是在马六甲野心出席马六甲采放 瓦尔巴克市军文子第二阶段计划的活动后这么指出 位于马六甲的Daman Benbanjaya 是第一个实施上述计划的地点 在二零二年三月的第一阶段 释放将近三十万只的蚊子 今年交通部将在北马吉达州落实三项 价值五亿令吉的项目 包括关拉吉达码头的提升工程 部长陆兆夫指出 这是为了改善北部人民的交通服务设施 同时提升居民的生活便利 陆兆夫解释 交通部将在刮拉吉达建造一个采用绿色技术的新码头 预计可以容纳三千名乘客 还具备其他的设施 例如多层停车场 而现有的码头仅仅足以容纳八百人 至于第二个项目 马来亚铁道公司将为北海来往巴东雾沙 与北海来往萧山站的两个路线 添购十二辆三节车厢的电动火车 同时位于古邦巴素附近的高岭火车站 和位于本铜县的戈巴火车站 将分别新增两部电梯 另外铁道资产机构也为亚罗市达火车站 安南五级火车站 以及戈巴火车站 新增有盖摩托车停车场 有监管我国严重缺乏巴士司机 交通部长陆兆夫指出 该部近期会将 MyLesson计划 扩大至一级驾照 并给予符合资格者优惠 考取巴士执照 解决长巴士司机短缺的问题 在新加坡高汇率和高新的影响下 许多大马人选择到新加坡当巴士司机 导致国内缺少巴士司机 尤其市场巴更是严重缺乏人手 因此他认为必须通过培训巴士司机 提高国内长巴的竞争力 公共服务委员会为了排除在招聘过程中 被指涉及彭档 靠关系或影响力的指控 从去年开始采用数字化招聘制度 使招聘过程更为透明化 如今 该会接下来将进一步提升系统 包括与其他相关单位合作 共享数据资料 确保求职者所提供的资料正确 杜绝个人资料造假的事件 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 Dansri Zanarahim指出 在数字化招聘制度下 招聘程序将根据系统设置的数据 自动招聘并非人手操作 同时 为确保出职者的个人资料不误 该会也会与其他单位合作 共享数据资料 像是通过与考试局的连接 确认出职者的政府考试成绩等 另外 针对该委员会 近年来所接获的纪律处分上述课案 逐年增加的现象 在Narahim指示 基于公正原则 任何公布员 如果不满本身所面对的几率处分 可以向该会上诉 从2020年至2022年 该委员会所接获的纪律处分上诉个案 分别为204宗 314宗 以及498宗 随着东南亚手机付款新盛的趋势 马兴两国在3月 启动了跨境二维码支付链接 作为我国最大银行金融服务机构的 马来亚银行也提供有关服务 并宣布除了新加坡 马来亚银行也将为前往印尼和泰国的客户 提供跨境二维码支付的服务 有关马来亚银行的跨境二维码支付服务 身在新加坡、印尼和泰国的民众 只需要通过MAE应用 便可不受地域限制进行无现金支付 此外,来自新加坡、印尼和泰国的游客 也可通过马来亚银行QRP 与我国的商家进行无现金交易 这项服务的推出 不仅让我国的民众和外国游客 享有更为便捷和轻松的付款方式 也有助促进东盟地区的数字经济和普费金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的新加坡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吉萨尼 证实当局接货有关苏鲁苏丹后裔 向我国索赔320亿美元的投报 并指该案件已经开当调查 阿吉萨尼在文告中指出 自称苏鲁苏丹后裔通过2019年7月30号 提交的仲裁通知 向我国提出诉讼 索赔超过320亿美元 属相署法律事务组基于此事向警方投报 他说 五级阿曼刑事调查特别分类 罪案小组已经针对这项投报开档 并援引刑事法典第124K 蓄意破坏条文深入调查 他重申 警方严正看待 并指任何威胁公共秩序 尤其是破坏国家安宁 主权与稳定的行为 都将受到严厉对付 上个星期 如佛弹杯一所国中 发生持续殴打的暴力事件 导致多名学省的头部和手脚受众伤 27号 警方在逮捕3名嫌犯驻查 目前已经有12名 年龄介于18到35岁的事案者被逮捕 并指引刑事法典 目前这起殴打事件的噪音还有待调查 无论如何警方已经原因 刑事罚电第148持线骚动条文 第365非法禁锢条文 以及第385试图勒索条文 展开调查 日前社交媒体疯传一段群殴的视频 引起警方关注 另外警方上个星期发现一张 主题为性爱派对的海报 在社交媒体推特流传 柔佛州总警长达托卡马路表示 警方正在掌握主办方的身份 誓言将采取严厉的对付行动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罚电第292条一项条文 贩卖分发或传播任何形式的污秽物品调查此案 至于通过社交媒体散播消息者 则可以在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下被调查 再有骨儿遭到虐待致死 日前 斯美兰警方几乎一名男子投报 使他目睹一名年过六旬的老蜂 将自家饲养的狗捆绑 并且被一辆轿车拖走 最终导致狗儿不幸死亡 要求当局立案 昨天 警方逮捕了事案老蜂 协助调查 博德森警方指出 当局在上个星期六 也就是27号 接破一名男子投报 指他看见一名老蜂 将自家饲养的狗虐待致死 立案后 警方着手调查 并在昨晚10点05分 于卢谷钢榜斯里巴里 逮捕事案老蜂注查 目前 警方原领刑事法典第428 残杀 毒害 或至残废洞部条文 展开调查 一旦居民成立 可以被判处 监禁三年 或罚款 或两者警示 社交媒体流传一段视频 显示一辆麦威轿车司机 和一辆摩托骑士 在车道切换过程中 发生冲突 摩托骑士 因不满轿车司机 切换车道时 险些导致他追尾 之后再要求对方 停车理论不过 便朝轿车踢了一脚 一切心中不满 视频广传后引起热议 雪珠警方表示 该名射案的摩托骑士 已经遭到逮捕驻查 巴达林在野 警局主任 摩哈曼法如定 助理总监指出 该摩托车骑士 往轿车踢了一脚的行为 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后 警方便开始追查 射案的骑士 他表示 这起事件于上个星期五 在白浦大道发生 根据上传至社交媒体的 行车记录仪显示 该名摩托车骑士 相信是不满轿车 在打方向灯后 直接便到 之后便一直跟随在车旁 并做出手势 要对方停在路旁理论 不料该轿车司机 不愿配合 摩托骑士 在一气之下 出脚往轿车方向 踢了一脚后才离开 警方也呼吁 知情者主动联系 查案官 提供线索注查 那么前国会议员 德德罗斯曼 被指控滥选 为家人公司 获取合约案 是否表最成立的案件 原本今天宣判裁决 但地庭昨天发电 有通知 控辩双方案件审讯 将挪后至6月23号进行 原因则没有详细说明 罗斯曼的辩护律师 马马拉费指出 他是在昨天下午3点 接破地停发出的电邮通知 说明案件审讯 将会延后进行 不过内容没有提及 为何展言 他说 电邮中指说明地停 将腾空今天的审讯程序 并要求控辩双方 于6月23号下午3点出庭 聆听被告表据裁决 另外 主控官阿玛菲萨副检察司 也证实此事 4月6号 地庭法官罗吉娜 责定案件在今天下判 以裁决罗斯曼是否需要自辩 或无罪释放 该案是在去年8月11号开审 控方在审讯期间 共传照了24名证人出庭共证 并在3月6号完成举证阶段 根据控状 现年59岁的罗斯曼 滥用他身为公共机构官员的职权受贿 也就是以纳免港部局副主席的身份 将作为纳免 德马格雷迪嘎港口运营商的合约 颁给与其父亲和弟弟 有利益相关的纳免自由港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他被指于2018年3月21号 下午2点30分至下午5点30分之间 在部城交通部的副秘书长会议是犯罪 抵触大马反贪委会法令第23条第一款 并可在相同法令下第24条第一款治罪 一旦罪名成立 可以被判监禁最高20年 及罚款会金的股费或1万令吉 是何止为高 全国面临极端高温天气 不仅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同时对农业生产也带来冲击 为农民生计造成严重影响 位于登加罗干马晚的一位农民 因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导致他所种的2000株玉米农作物 受到损坏 无法出售 因而能受数十万令吉的损失 这种情况令哈利马斯麻肉 失去了收入来源 由于缺乏购买苗木和新肥料的资金 逼于无奈之下 他只能选择重新种植农作物 在过去的四个月里 他和丈夫一起在约一公顷大的土地上 种植玉米农作物 其料碰上热浪 让两夫妻的一切心血付诸流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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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科学家表示 全球变暖致使许多东南亚与南亚国家几乎可以确定 2023年至2027年之间将会是地球有季度以来最热的时期 每每夏天 美国纽约港中心的总督岛是当地人的避暑圣地 然而 这座静密绿油油的小岛却杂草丛人 甚至还有外来物种 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 如果使用除草剂 这将危害其他生物 对此负责岛上景观规划的园林设计师林基野栋 请来五只绵羊工作 这群绵羊只需要饱餐一顿就可以除去有害植物 上下来临之际 纽约市的总督岛 并请了五名可爱的新员工除掉岛上有害的入侵性植物 这五只不停咀嚼的绵羊来自纽约首府奥尔巴尼 他们将待在总督岛四至五个月 准备在这片草原上大块落移 不过他们并不是被游客观赏 而是要认真工作 把岛上入侵植物通通吃光 原来绵羊通常以芦苇和爱蒿 以及其他入侵性植物为食 比起山羊 绵羊不会啃食树皮 因此不会损害树苗 而且绵羊吃草的效率也非常高 最重要的是绵羊工作非常专心 只对绿色草原感兴趣 绝对不会突然罢工逃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安